杏鲍菇买回来不要直接下锅炒了 学会像我这样做 拿只鸡来都不换 洗净的杏鲍菇对半切开 放入蒸锅 上汽蒸8分钟 几瓣大蒜拍扁 切碎 小米椒切圈 小葱切成葱花 香菜切段 切好放一边备用 时间到 把杏鲍菇取出来放凉 撕成条 再加上蒜末 小米辣 葱花 香菜 盐 白糖 生抽 陈醋 蚝油 凉拌菜的灵魂 就是这个又香又辣的油泼辣子 抓拌均匀就可以开吃了 杏鲍菇这样做 鲜嫩爽口 香辣又开胃 喜欢的朋友 可以收藏起来试一下 如果觉得我的视频不错 请动动您发的小手 给我点个赞吧 您的每一个留言和点赞 都是我前进的动力 谢谢大家对我的支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有钱 可以叫 喀